今年网欧刘凯薇对剧本门后 杨命是三人当中最先更新微博的 11月9日以后 杨命有大半个月时间没有更新微博 到了11月28日的时候更博 但主题是公益活动 这一点刘凯薇也是照着杨命的路子 于12月1日的时候回到了微博的怀抱 主题也是公益 随后就自然而然的回归微博 开始为自己的新剧《飞刀又见飞刀》做宣传 网欧于11月9日发了一篇微博 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从那之后一个月时间没有更新微博 到了昨天早上终于有了动态 但是有网友看出端倪 并表示不爽 这么久不更博 一更博就是关于刘凯薇的 《莽黄记》难道不是她和刘凯薇主演的吗 但是网欧的粉丝朋友还是很开心 她终于回归了 毕竟一个月不出现 粉丝们又担心又着急 这下终于好了 这么想想网欧胆子还真的挺大的 好不容易避过了风头 这一下子不是又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吗 这下终于回归了